咱们来说一下90后杀人恶魔姚长凤 姚长凤出生于1991年10月3号 湖北省恩施县的人住在洪西村 身高啊现在网上都不太确定 总之就是不低于1米62不高于1米65 别看他岁数不大身量不高 91年出生2011年20岁就开始杀人了 2011年开始犯案2017年被抓获 他一共做下三起杀人案 十起强奸案 42起盗窃案 是公安部悬赏20万捉拿的B级逃犯 话说2001年的时候 这姚长凤啊在浙江省新昌县东南边的 大市巨镇一个轴承加工厂里边打工 12月1号的下午他没什么事 自己在出租房里看了一点色情小说 之后冲动了 他想起来在他隔壁住着一户人家 里边有一儿一女这小女孩七岁是姐姐 还有一个弟弟六岁 他知道这个时候啊 小女孩的父母都在上班 家里呢应该就是他和弟弟 甭管这么说了 先进去看看再说 邦邦邦一敲门 说是邻居大哥哥 那小孩哪有防范之心呢 再说人这个镇一直是挺太平的地方 给他开了门 姚长凤进去一看 天赐良机 不光父母不在 连他弟弟都不在 一转脸 他再也不是那个邻居大哥哥了 把小女孩一把给摁倒在地 这小女孩害怕呀 不断的挣扎呼救 姚长凤怕被邻居们听见 拿手掐住了小女孩的脖子 那才七岁 紧得住一掐吗 没几秒钟晕过去了 姚长凤就做下了禽兽之事 可巧 他这边刚完事 小男孩六岁的弟弟回来了 特别机灵 一看这么个情况 扭头就往阳台上跑 哎 站在阳台上呼救 可是还没等喊出两句来 姚长凤就赶到阳台上 把他拽回了屋里 姚长凤这个时候已经彻底的红了眼了 掏出刀来 对着这个六岁的小男孩 扑扑扑扑扑扑 小男孩鲜血喷涌 命丧当场 杀了弟弟之后 他又看看地上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的姐姐 他已经认识自己了 不能让他再醒过来 掏出刀 对着姐姐 又是一顿乱扎 这姐弟俩 路上算有了半了 当时勘察现场的刑警说 干了十年刑侦 这是他见过的最残忍的一个现场 俩孩子 家一块才十三岁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有的民警啊 心里边受不了 自己跑阳台上哭去了 他中途也退出去两回 实在是看不下去 抽根烟稳定一下 再进来 案发地是大市巨镇上 一栋两层的农民自建房 一层呢 住着两户人家 二层也是两户 分别是姚长凤兄弟俩 和受害者一家五口 他们两家啊 门挨着门 当时受害者家地上啊 有一双比较浅的血鞋印 直通姚长凤的房间 民警打开他们家门之后 在房间里搜出了一双拖鞋 鞋底果然有血迹 房间里呢 还留下一张纸条 上面写的是 他对不起家里人 请弟弟照顾好家人 之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拖鞋底上的血 确实是姐弟俩的 而女孩身上提取到的DNA 是姚长凤的 当时啊 本地能够调动的警察 都参加了这个案子 他出逃之后 一路警察直接追到了 三界镇的一个五金厂 那老板说 这人就在我们厂里啊 警察高兴坏了 直接就冲进了车间 结果人跑了 他就在这五金厂待了半天 也不是他神机妙算 他进场之后啊 老板跟他要身份证 得给你搬赞助证 这是规矩啊 一听这话 姚长凤就知道 这地待不住 不辞而别 警方就晚了几个小时 但是他们还是在三界镇 蹲守了两三个月 就在车里边 大冬天的 这车也不能发动 不能抽烟 水也得少喝 几个人呢 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 谁困了 谁就咪等你叫 剩下的人在这盯着 一会儿轮班 你睡觉 他盯着 最美少寿 可是姚长凤始终都没有出现 他老家也派人去了 没有线索 这段时间 姚长凤一直在到处流窜 2012年7月5号 他流窜回湖北老家 可没回家 就在老家附近 这山里啊 废弃的房子里边躲着 有一天呢 他在河道边的小路上 发现了一个独自行走的八岁小女孩 把人家拽到了路边的柑橘林里 但这小女孩啊 也是激烈的反抗呼救 他怕被人发现 掏出刀来 罩着小女孩当凶 扑扑扑 把人给炸死了 之后把尸体从柑橘林又转移到河道 找一吐坑 怕这女孩啊 被野狗叼走或者一掌水飘出来 又拿大石头给压上 好多天之后 女孩的尸体才被发现 一鉴定 就是胸部外伤引起的呼吸衰竭而死 在湖北作案之后 他又逃到了湖南龙山县境内 在这段时期里 他又强奸杀害了15岁的女孩姚某 姚长凤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湖南做下案件之后 同年2013年的3月 他又流窜到了重庆梁平县 在这儿他待的时间非常长 做下了7起强奸案 但是没有杀人 2015年3月31号 他从县城返回他藏匿山洞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被害人 独自推着自行车 他就尾随着这位女士 半路把她拖进了路边的竹林 可这时候 这位女士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 可能是国产神迹 那个声音跟小音响一样 我在遥望月亮之山 您就着这个都能跳广场舞 这片小竹林 并不是在什么荒山野岭 只不过周围人比较少 相对比较僻静 这小音响一响起来 姚长凤吓坏了 扭头逃跑 2015年8月12号 他又在一个公园里 强奸了一个16岁的女孩 之后 2016年3月到8月之间 他又犯下了5起强奸案 其中有三起案件的被害人 是未成年人 这些案件呢 都是姚长凤 看见被害人独自行走 尾随到比较偏僻的路段之后 拖进树林里下手的 在重庆期间 他没有生活来源 一直是偷一所学校里 学生的寝室为生 前前后后 作案几十回 一共偷了一万七千多块钱 还有一些可外书 零食这些东西 2017年的时候 他又流窜到了湖南 在山路之上 发现一个11岁的小女孩 落单了 拖着人家就往树林里走 可他这回 算是命里该着了 这一天是赶大吉的日子 前边有乡亲 后边也有乡亲们 这女孩走的是中间 这一叫 呼啦吵两边的人 全过来了 这个追啊 最后乡亲们在河里 把他给摁住了 姚长凤归案之后 警方呢 先是兑现了那二十万的悬赏 乡亲们 你们抓着他 回去自个分吧 二十万都给你们了 之后就是审讯 指认现场 然后检察院提起公诉 在押的时候 有记者采访过姚长凤 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曾经说过 他杀的那些人呢 是因为他实施强奸的时候 反抗呼救 而顺从和求饶的 他都没有再实施 其他的伤害 强奸之后 他自己逃跑了 记者问他 你是觉得这些女孩漂亮吗 他说 我没看脸 只是因为 他们都落单了 1999年2月10号 地处湖南腹地的小镇 石城镇 是江南阴雨连绵的冬季 难得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 再过一天 再过一天就是奴隶的 拉月24 过小年了 镇上的集市贸易 格外的红货 上午9点钟 突然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镇的大力颤抖 直接一辆 解放牌的大火车 驾驶室的顶棚 被掀开 车门被强大的气浪 跑出去了三四十米外 司机被炸得血肉横飞 当场死亡 这惊雷般的爆炸声 使得人们惊慌失措 乱作一团 人们震惊之余 纷纷地向爆炸现场拥去 奇怪的是 车子前后的牌照 都被人卸掉了 爆炸现场 是镇子界尾 与一条乡村公路的交叉处 这里既没有村民住宅 也远离了集市 所以除了司机一人 被炸死之外 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被炸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 是满满的一车煤 离这辆被炸卡车后面 大约七八米远 还有一辆 与被炸的卡车 几乎一模一样的解放牌的卡车 也是装了满满的一车煤 离镇子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村办的七岩井煤矿 是年产煤炭近十万吨的村办企业 这里的煤矿资源比较丰富 而且呢煤层比较标浅 但是煤矿的煤层分不凌乱 不适宜建大中型国有煤矿 倒是很适宜与发展乡村的小煤窑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石冲镇远远近近的农民 有不少靠挖煤治了富 煤矿采出了煤炭 得外运 有的就买了汽车 专门的运煤炭 靠跑运输赚了钱 这两辆解放牌的汽车呀 就正是这种装运煤炭的车 接到了群众的报案 镇派出所的张卫东所长 带着民警迅速的赶到了现场 用警绳围出了一片方圆五六十米的范围 将现场保护了起来 不许任何无关的人员靠近 接到镇派出所报告的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勇 立即带领由侦察员 技术人员和法医组成的210转组 驱车赶赴现场 上午10点40分 刘大队长与张所长在现场会合 经过简短的商议 立即兵分两路展开工作 刘大队长带着一路人马进行现场勘查和尸检 尸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 难以辨别出本来的面目 经过法医检验之后 判断死者为身高1米75左右的男性 年龄在32岁到35岁之间 从其所穿的胶鞋的鞋底 磨损的特征看 死者是一位机动车驾驶员 经常踩离合器 踩刹车 在鞋底形成具有特殊形状的凹痕 可是死者究竟是谁呢 只有查明死者的身份 真不工作才能找到头绪 根据技术勘查提取到的炸药的残渣分析 犯罪分子采用的是销鞍炸药 是电雷管引爆 在驾驶时 电门开门 插钥匙的地方 发现了两节残余的塑胶电线 毫无疑问 它是连接雷管 起爆炸药用的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爆炸杀人恶性案件 采取这种爆炸杀人方式 是国外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 惯用的伎俩 在许多从国外引进的警匪片和特工片之中 经常可以看到 不难想象 犯罪分子是一个懂得一定的爆破知识 且走难闯北见过世面的人物 查明死者身份的工作 加紧的进行 现场勘察之中 收集到了一个被炸坏的驾驶执照 经过拼凑 复原 辨认出了驾驶执照编号 从而是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经查询 车管所的档案 查明被炸死的汽车司机为该镇红岭村人 名叫姚敏忠 现年34岁 前些年 相亲友 筹错了几万元 买了一台二手车 干起了运输个体户 什么赚钱 运什么 当然了大部分时间还是给煤矿往外运煤炭 查明了死者的身份 镇破工作立即转到了围绕死者的社会交往关系 展开调查 转组的民警们马不停蹄连夜展开了排查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 很快 呈现出了几名重点的协议对象 邻村的丁某在村办专场做工人 她的几个女朋友 人生得聪明漂亮 又有一手出色的裁缝手艺 两个人来往一年多 快要结婚了 后来 姚敏忠开车跑运输 经常从丁某的女朋友家门口路过 一来二去丁的女朋友看上了开车的姚敏忠 硬是把丁某给甩了 与姚敏忠结了婚 现在小孩子都八岁 上小学二年级了 丁某仍然是光棍一人 他厌不加这口气 经常讲毒气之恨迟早要报 否则枉为这一世的男人 丁某完全有因情场积怨而爆炸杀人的作案动机 本尊的马某 是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 苦难的煎熬 使得他性格怪异 心里扭曲 为人狠毒 喜怒无常 小孩嘴馋 不懂事摘了他家桃树上的不成熟的桃子 他全无乡里相亲的情谊 竟然将摘桃的小孩头上打得肿起了鸡蛋大的疙瘩 谁家的鸡吃了他田里的粮食 他一律当场打死误论 他是村里人见人怕 人见人躲的地头蛇 去年姚敏忠的车撞死了马某喂养的一头小牛 只赔了四百元钱 马某为这事多次上门找姚敏忠吵闹不休 还动手扭打过 姚敏忠气息败坏的扬言 宁肯花一万元跟马某打这场官司 也绝不再给马某加一分钱的赔偿 马某气得蹊跷生烟恶狠狠的警告他说 你小子别太猖狂了 老子总有一天要让你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看来丁某和马某都有作案的思想基础 专案组决定 首先要查清楚丁某和马某 在案发时间内的活动与去向 丁被传唤到了镇派术所 接受正面审查 丁穿着一件衣领已经乌黑的金利来的名牌衬衫 下身穿一条肥大的短裤 留着一头长长的女人式的披肩发 胡子拉叉的 完全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浪荡样 你把九号下班以后到十号上午的活动情况 讲一讲 丁某偏着头略微思索了一下 满不在乎的说 我下班吃过晚饭之后 就和几位工友打麻将 我的手机不好 接连两盘呢 都是我放炮 几盘下来 我输了五十多块钱 我就退出排局 站在一旁看 晚上十点钟左右 我就回宿舍去睡觉了 十号起床 吃过早饭之后 一直在砖厂做砖 始终没有离开过砖厂 一直到晚上 下班吃晚饭为止 有人为你证明吗 我吃饭是在砖厂的食堂里 和大家一起 都看到了 晚上打牌 是和行某 刘某 何某 王某他们在一起的 至于睡觉 打牌的人 是看着我走的 和我同一间房住的周某 前天就回家去了 没有其他人 能为我证明 我真的是睡觉了 我要是骗你们 我是地上爬的 丁某说完 瞟了一眼 询问他的两位民警 目光之中 露出一丝 一闪即逝的惊慌 这小子肯定心中有鬼呀 向砖厂组隐瞒了什么情况 查证丁某所交代的活动去向 丁某在九号晚上十点多 回宿舍睡觉的问题上 说了谎 据专场的一位积修工说 他九号晚上 吃晚饭的时候 多吃了几块肥肉 又凉了冻子 晚上九点多 就拉起肚子来 几乎每隔半个多小时 就要跑一趟厕所 他晚上十点四十分 去找丁某 要指腹穴的药匙 只见他的门上挂着一把锁 以后他又在十一点多 十二点多 十二点四十 一点半左右 几次上厕所 都注意看了 他门上的锁是否开了 结果一直都是锁着的 这就是说 丁某至少在十点多 从排场出来 到深夜一点钟左右 这段时间的去向不明 无人证实 在沈丁某 你说你十点钟左右 就回宿舍睡觉了 没有人能够为你证明 据我们了解 有人证实 你直到夜里一点半 也没有回宿舍睡觉 这段时间 你到哪里干什么去了 你要老实交代 我真的 真的在宿舍里睡觉 没干什么呀 丁某惊恐的捏如着 垂下了头 姚敏忠 抢走了你的女朋友 你曾经讲过 夺妻之恨 迟早要报 否则 枉为 这是男人是吗 我 我记不得了 你这句话是经常挂在嘴边上 在公共场合讲的 怎么会记不得呢 丁某惊恐的抬起头 结结巴巴的辩解说 不 不 我冤枉 姚敏忠 不是我诈死的 你们可不能 听信别人的胡言乱语 要为我弄清楚啊 丁某跪到了 审问他的民警面前 你说你十点钟左右 就回宿舍睡觉了 可是 你的房门上 一直到夜里一点半 还挂着一把锁 你怎么解释 丁某终于羞羞答答的讲出了一段难以启齿的隐私 原来啊 他在去年中秋前后 职工放假 留下看场的时候 与专场的炊事员勾搭成肩 以后 一有机会 就会在一起 优惠苟合 9号的晚上 专场的职工 大部分都回家了 留下来的七八名职工 打麻将的打麻将 看电视的看电视 吹诗语言 借此机会 溜到了丁某的宿舍 与丁某偷情 丁某怕被人察觉 故意制造狭像 把门锁了 自己 从后窗 爬进宿 后窗 有一根钢签 下面的一颗钉子 是活动的 用手指头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拔出来 这是长期以来 丁某为了便于 放心大胆的 与他偷情 巧妙设置的 暗道机关 经实地查看 丁某没有说谎 推开玻璃窗 拔出活动的铁钉 钢签便可以拨向一边 人就能够爬进宿内 丁某的宿舍 是存放机具的库房 膝头的一间 坐过保管室的房间 没有其他人围邻 正好为他与人游会 偷情提供了方便 在丁某的床上 还发现了女人的长发 和一颗粉红色的钮扣 询问吹事员 正是了9号晚上 他与丁某 坚肃的事实 至此 丁某作案的协议 被排除了 那是不是马某 报复作案呢 专案组正面接触马某 你们村的姚敏忠 这个人怎么样 询问的民警 采取迂回战术 像拉家长一般 开了个头 姚敏忠这家伙 是个为父不仁的王八蛋 仗着有几个臭钱 为非作歹 神奇得很 一提起姚敏忠 马某啊 就面带怒涩 恨生不绝 他怎么为非作歹了 人家的女朋友 都要结婚了 他从中插上一杠子 挖别人的墙角 硬是夺过来 说自己的老婆 他的车 撞死了我的一头 半大的小牛 他只赔了四百元钱 连头肥猪都抵不上 照他讲理 他说 宁肯花一万元 跟我打官司 也绝不给我 再加一分钱 你看这个王八蛋 霸道不霸道 欺人不欺人 所以 你曾经发誓 总有一天 要处罚姚敏忠 让他知道 你这马王爷 有三只眼 对吗 是的 我说我这话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总有一天 我要砸碎 这王八蛋 马某毫不掩饰 自己的报复欲望 姚敏忠 十号上午九点钟 被人炸死 在汽车驾驶室里 啊 他 他真的死了 马某一脸的惊讶 不像是装出来的 千真万确 他活该 这样的王八蛋 早就该死了 马某欣喜万分 这么说 你一直还不知道 他已经被炸死了 可不是吗 我一家单独 住在这山窝窝里 平时也没有什么人 来往走动 这一晌午啊 我的两条腿 风湿性的关节炎复发了 膝关节 像瓦罐一般粗 有十几天 连大门都没出了 刚才 你们要是不讲 我一直还不知道呢 正在屋后菜园里 收萝卜的马某的妻子 也说 腊月初八晚上 马某的关节炎 就犯病了 初九呢 他给他请了一位中医 就是远近闻名的黄老三 为他敷上了草药 一连半个多月 没有下床 连吃饭都是端到床上吃的 大小便 都是用便盆接的 经过向黄老三等人 反复查证 马某确实双腿 无法行动 有半个多月 没有出门了 他也没有作案的可能 振脱工作 陷入到了 山虫水腹一无路的僵局之中 刘大队长召开了 专案组全体成员会议 综合分析了案情 号召大家 寻测寻力 献计献策 各述几件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发言十分踊跃热烈 有的说 从调查死者的人际交往 恩怨关系 这一条路着手 是走入了死胡同了 咱们不能 吊死在一棵树上 得另找线索 有的说 从调查懂得安装 爆炸装置的人着手 不愁找不到凶手 还有的说 从寻找炸药 雷管等爆炸物品的 来源上去着手 就能抓住凶手的 狐狸尾巴 大家说得好啊 下一步啊 我们就得 要另辟蹊径 从寻找 懂得爆炸技术的人 和炸药 雷管的来源上 着手 获取 新的突破口 刘纳队长综合总结了 大家的意见 重新调整了一下 下一阶段的 侦破工作 专案组民警 立即 分头行动 大排查 又一次展开了 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 紧张工作 两名重点嫌疑对象 呈现在 专案组的面前 因为炸药雷管 属于公安部门 严格管理的 微爆物品 非公安部门 批准指定的单位 是不能经营的 购买者 也要有正当的用途 和合法的手续 在全镇 就只有 七眼井煤矿 有炸药雷管 是用于采煤放炮的 据煤矿的 保管员讲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就只有两个人 先后找他 要过炸药雷管 一个 是邻村的 叶小波 去年 十月中旬 曾经找他 要过 十桶 销胺炸药 五支雷管 说是 要在河里 炸鱼用 他本来不想给 但是 经不住叶小波的 软缠硬膜 甜言蜜语 再加上 叶小波 又是他姑妈的邻居 最后 还是给了叶小波 专案组的民警 立即赶到 叶小波的家中 查证 叶小波承认 是找煤矿 保管员 药国 十桶炸药 五支雷管 他说 在十月下旬的 一天晚上 他偷偷的 在河里 炸鱼 刚炸了一炮 就被 鱼政管理所 给发现了 他们将 小汽艇 追上来 抓住了他 不但收缴了 他炸到手的鱼 还将剩下的 炸药和雷管 全部收走了 最后 发款一百元 才算 把事情了结 专案组 又赶到 鱼政管理所 取证 证明 叶小波 供述的情况 属实 第二个 找煤矿 保管员 要过炸药 雷管 他是本村的 村民 王樊文 他在去年 十一月初 以修建新住宅 平整宅基地 要炸岩石的名义 找煤矿 保管员 要了二十桶炸药 实施雷管 专案组的民警 在王家 正在平整中的 宅基地上 找到了王帆文 面对专案组民警的问话 王帆文回答的 干脆流畅 不错呀 我是拿过二十桶炸药 实施雷管 都用在 这平宅基地的 炸岩石上了 王帆文 指着宅基地 靠山坡的一面 被劈开了巨石 继续说道 如今 修住房 申请宅基地 上面 都不让站好田好地 只劈给这种 不长庄稼 不长树的乱石坡 没有炸药 雷管 怎么啃得动它呀 爆破岩石 都是你自己弄的吗 考虑到爆破技术的人员 也在排查之列 刘大队长 忍不住地追问道 是我们自己搞的 但是 从打动 装药到起爆 我们呢 都请了师傅 当顾问 做技术指导 是请了谁 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的 就是我们村里的 黄云武啊 黄云武是干什么的 黄云武啊 以前参加过修铁路 开山炸石 懂得爆破技术 前几年和别人合伙 买了一台汽车搞运输 主要是给煤矿 往外运煤 这几年也发了财了 刘大队长当机立断 立即查证 黄云武在案发时间的活动去向 黄云武的父母亲和小孩一口同声的说 他在2月9号就出远门到长沙 诸州去了 说是有人欠他的运费有半年多了 到现在还没有给 他要在春节前把债都讨回来 黄云武2月9号出去之后 一直没有回家 黄云武的妻子因患有一线癌 已经于两年前病故 镇上经常和黄云武打麻将的几个牌友 也证实2月9号上午 黄云武呢 还和他们打了半天的麻将 吃过中午饭后 就搭客车到长沙去了 当时很多人亲眼看见他上了车 由此看来 黄云武似乎也与案件牵涉不上 侦破工作再度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名村民有关爆炸杀人案的报案 使得专案组的民警们大吃了一惊 这个名叫黄成记的村民 来到镇派出所 找到专案组说 六年前他与本村的村民黄云武 求亲告友 东挪西界 筹错了十几万元 买了一台新解放牌大货车 合伙搞运输 两个人轮换着开车跑长途 跑短途呢 则有两个人轮流出车 反正是歇人不歇车 这些年下来呀 两个人呢 都赚了二三十万元 不但都盖了漂亮的小楼房 还构成了全套的家用电器 日子是越过越红货 2月10号 有一车煤要送往益阳市 两个人商议好 由黄成记出这趟车 2月9号 他刚把装满煤的大货车开到镇上 就接到家里 给他打了传呼 一回电话 才知道是他的舅舅去世了 他得马上到舅舅家吊咽守灵 他不能出车 送这趟煤了 于是赶忙去找黄云武 谁知道 黄云武家的人 说他2月9号 就到长沙 诸州 讨债去了 于是黄成记 只好让车子 仍然停在镇上 等到舅舅家 吊丧 回来再说 为了防止有人偷车呢 他把车子的牌照 给卸了下来 放在自己的家里 这样 即使有人偷车 把车开走 也会因为没有牌照 被交警给扣住 谁知道 今天从舅舅家回来一看 不知道哪个狗日的 把车给炸了 这车呀 是他和黄云武两家 共同财产 眼下 在他的手上 被炸烂了 叫自己如何 向黄云武交代呢 清专案组 无论如何 要帮忙 把案子给破了 绝不能轻饶 这个放炸弹的王八蛋 从黄成记报案提供的情况来看 死者姚敏忠 不是被炸死在 自己的汽车内 而是炸死在黄云武与黄成记 共有的汽车驾驶室内 你们是不是为了防盗 在车内安装了爆炸装置 刘纳队长严肃的追问 绝对没有啊 我敢拿自己的脑袋担保啊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啊 难道我自己不要命了 我也不懂炸药 雷管那一套啊 黄成记 矢口否认 经过查证呢 黄成记 没有讲假话 他确实 不懂爆破技术 死者姚敏忠 是受害人 显然 他不知道车内 有爆炸装置 要不然 他就不会白白送死了 可是他为什么 要进入黄云武 和黄成记的车内呢 他又是怎样 打开车门的呢 犯罪分子 要爆炸谋杀的对象 究竟是黄云武 还是黄成记 案情进一步复杂化了 这一个又一个的疑团 将专案组推入了云里雾中 专案组召开 诸葛亮大会 重新分析案情 大家一直认为 前段时间 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 排查否定了一批涉案人员 但是 由于只注意了围绕 受害人的社会交往 恩怨关系 开展工作 忽视了查明 被炸车辆的归属 致使 侦破的主攻方向走偏 现在看来 犯罪分子 要爆炸谋杀的对象 很可能是车主 黄云武 和黄成记 两个人中的一个 至于 姚敏中被炸死 很可能 是某种 偶然因素 巧合所致 下一步 侦破工作 要围绕黄云武 和黄成记的人际交往 关系来开展 此外 还要加强爆炸发生后 现场调查访问 力争 找到目击者 揭开姚敏中 进入黄云武 和黄成记的 汽车驾驶室之谜 围绕黄云武 开展调查访问的结果 表明 黄云武在村子里 人际关系尚可 与周围邻居相处得不错 他肯帮助人 经常借出车的机会 让人搭个便车 烧一下东西什么的 从来没有见过他 与人发生冲突争吵过 对黄云武 进行报复仇杀的可能性 不存在 是否有人欠了黄云武的钱 想杀人赖账呢 专案组 也沿着这条思路 开展了工作 在本镇范围内 只有一个叫做何老武的人 为修房向黄云武 借了一万五千元钱 但是找了中间人作证 履行了契约手续 协议呢 是三年内还清 即使杀害了黄云武 也无法赖账 况且呢 何老武早在年初 就南下广东的东莞 打工去了 至今未回 那些外地的欠债人 都是一些运输业务交往上的客户 一般呢 数额都不大 有数百元到一两千元内 为赖掉一笔小小的运费 而动杀机 似乎风险代价太大 不太可能 案发前后 并无外来人员 找过黄云武 这辆车 是黄云武和黄长记共有的 那一天 谁开这辆车 外面的人不可能知道 既然连谁开车都不清楚 就往驾驶室里安装爆炸装置 岂不是太冒失了 然而围绕黄云武的调查 所获得的一个重要情况 是侦破工作 发生了戏剧般的进展 有执行者向专案组反映说 黄云武的老婆死后 黄云武啊 这个二茶子光棍 难耐寂寞 经常趁黄云记出车的机会 找黄云记的老婆鬼混 两个人呢 很快勾搭成奸 因为两家原来就关系不错 你来我往习以为常 但是呢 谁呢 也没有太在意 直到1997年冬季 有一天 被黄云记的父母先当场捉了奸 后来表面上 黄云武很少到黄云记家里去了 但是实际上 两个人的关系是否断绝了 很难说 奇怪的是 黄云记似乎对妻子 红杏出墙这件事情 毫无反应 为了核实这一情况 黄云记的父亲 被请到了镇派出所 提起这件事 老人就痛心的直摇头 唉 媳妇不真 家门不幸啊 据老人讲 那是1997年冬至前的一天 一大早呢 儿子黄云记就开车启程 去了广东惠州 为别人拉水果 他和老伴吃过早饭 也去了女儿家 那一天呢 是外孙过童子关 满十五周岁 因为惦记着家里 就只有媳妇徐素芬一个人 他们在女儿家 吃过中午饭 就往回赶 到家的时候 也就是下午三点多一点 只见大门已经关上 他们用钥匙 打开大门进入堂屋 却听东头 儿子媳妇住的房屋里呢 有男人小声说话的声音 和媳妇徐素芬的声音声 他们觉得奇怪 走过去一推门 正好啊 这个房门呢 徐掩正 于是无意中 就撞见了黄云武 与媳妇的隐情 两个人吓得跪在了地上 磕头求饶啊 黄云武赌咒发誓 今后坚决改过 不再来纠缠徐素芬 徐素芬也哭得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表示决心悔改 今后一定与黄云武断绝关系 当时考虑到孙子 都上小学三年级了 为了维护这个家庭破拆散 就没有把这个事告诉给儿子 至于后来徐素芬是否自己对黄成记说起过 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我们做长辈的也就弄不清了 既然黄云武与黄成记的妻子徐素芬 确实存在有奸情关系 那么因奸情而杀人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黄云武有可能为了达到与徐素芬 结成合法夫妻的目的而谋杀黄成记 而黄成记呢 也有可能为了除掉奸夫 而谋杀黄云武 专案组经我分析 推理认为 作案凶手必须具备五个因素 一是具备有杀人动机 二是懂得爆破技术 三是能够弄到炸药 雷管等爆破的器材 四是熟悉被害人的活动规律 五是有作案时间 围绕黄成记开展的调查表明 黄成记呢 生性憨厚 为人正直 乐于助人 在村里的人际关系比较良好 与人无财务纠纷 黄成记呢 也不懂爆破技术 没有接触过爆炸物品 从原来商定的安排 2月10号驾驶解放大火车 送煤炭的应该是黄成记 也就是说 案犯在驾驶室内 安装爆炸装置 谋杀暗害的目标 只能是黄成记 而不是黄云武 以及其他人 只是因为黄成记的舅舅 突然病逝的偶然因素 打乱了原来的安排 才使得事情的结局 没有按照作案者的 本来意愿发展 作案组 由此得出结论 黄成记不可能 是作案的凶手 相反 黄成记是被谋杀 暗害的目标 黄成记之所以成为 被暗杀暗害的目标 既不是因仇报复 也不是债务修纷 而是因为 其妻的奸行所致 至此 黄云武成为 重大的协议对象 从作案凶手必须具备的五个因素来看 黄云武眼下至少已经具备了三个 一是 他要除掉黄成记以后 取而代之 与徐素芬 结合为合法夫妻的作案动机 二是他懂得爆破技术 又安装爆炸装置的能力 三是他熟悉黄成记的活动规律 直到二月十日是由黄成记驾车 宋梅去一样 至于作案时间 表面看来 黄云武二月九号下午 就已经搭车去了长沙 诸州讨债 似乎不具备 但是也许 这正是黄云武 故意耍弄的障眼法 谁能保证 他不会中途下车 悄悄的前回村里 趁着夜色的掩护 在驾驶室里安装了爆炸装置 又悄悄的离开村子外出呢 关于爆炸物品 黄云武完全可以通过其他人搞到 专案组决定从交通工具查起 看黄云武到底有没有做案时间 张所长利用在本所辖区 熟悉情况的优势 很快查到了 二月九号下午 黄云武所乘坐的中巴车 据中巴车的司机和售票员说 黄云武声称 到县城要顺便找个朋友 车到县城的和平路口 他就下车了 张所长分析 如果确实是黄云武作案的话 他一定要找旅社住下来 张所长和两位民警 查遍了附近十多家大小旅社招待所 终于在一家个体旅社 查到了黄云武的住宿登记 据旅社老板反映说 夜里十一点多钟 黄云武声称要出去拜访一个朋友 要旅社给他留着门 然后就租了一辆两轮的摩托车走了 他是什么时候发回旅社了 大约出去了一个来小时 十二点十分左右发回旅社了 那个开出租摩托车的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见了面能认得出来 人和摩托车有什么特征 老板思索了一下说 开摩托的大概是一个身高 有一米七八左右 很壮实的大块头 三十来岁的年龄 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块上衣 裹子脸 有落腮胡子 摩托车好像是一辆红色的 南方125型 比较新 牌照号把末尾的三位数 我看得很清楚 是065 根据老板提供的情况 在县交警大队的接住下 很快就找到了 开065号出租摩托车的车主 这位大块头的小伙子 是县农业机器厂的一位下岗工人 面对张所长的询问 他一脸困惑与迷茫的说 难道下了岗 送一个客人挣点饭吃 也犯法吗 别误会 别误会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 那位租你车的人去了哪里 干了一些什么 他说要出远门 忘记了一件东西在家里 让我送他回去去 他的家在哪里 不知道 他只要我把他送到石城镇 北面的岔路口 他下车就走了 让我在原地等他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他才回来 他究竟去哪里 干了一些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大概是11点50分的样子 我们往回赶 15公里的路程 跑了20来分钟 到达他住的旅舍 也就是12点10分左右 狐狸再狡猾 终究藏不住自己的尾巴 黄云武玩弄的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轨迹 被专案组所识破 他完全有作案时间 刘大队长率领两名刑警 负责调查爆炸物品来源 他们从犯罪心理的角度 分析案犯 为了掩盖犯罪痕迹 不暴露自己 或许爆炸物品时 必定射近求远 所以 为了少走弯路 调查爆炸物品来源的工作 也必须从远到近 他们决定 从邻村的叶小波开始 首先 刘大队长一行 到余政管理所 找到了当时的处罚案卷 经查看 询问笔录材料货质 叶小波在河里炸鱼的时候 只放了一炮 用去了两桶炸药 一支雷管 被余政管理所 收缴了三支雷管 六桶炸药 叶小波找煤矿保管员 一共要了五支雷管 十桶炸药 他还应该剩下一支雷管 两桶炸药 刘大队长一行人 驱车马不停蹄的 找到了叶小波 叶小波 爆炸器材 是国家严格管理的物资 我们来依法收缴 你非法持有的爆炸器材 我早就没有了 除了炸鱼用掉的 其余的被余政管理所 收缴了呀 叶小波不假思索的回答说 不对 你炸鱼用掉一支雷管 两桶炸药 被余政管理所 收缴的是三支雷管 六桶炸药 你还应当有一支雷管 两桶炸药 刘大队长 把当时的询问笔录 副印件和收缴炸药 雷管的收缺存根 摆放到叶小波的面前 证据胜过雄辩 叶小波瞥了一眼 副印件 脸色一下子苍白了 他自找台阶的 喃喃自语的说 让我想想看 很显然 他是在考虑 是说还是不说 刘大队长 因之力道的说道 炸药雷管 直接与210爆炸 杀人案有关 如果你既不交出 炸药雷管 又不讲清楚去向 就只好麻烦你 跟我们回公安局了 叶小波眼珠子一转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 哦 我想起来了 剩下的一支雷管 两桶炸药 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黄云武拿去了 他说是春节快到了 准备到河里炸点鱼 因为是违法的 他临走 反复叮嘱我 不要对任何人 讲起他拿过炸药 雷管的事情 至此 扫清外围的工作 基本完成 整个案情 已经呈现出了 大体轮廓 现在是发起 最后攻击 开始攻坚的时候了 专案组决定 立即传唤徐素芬 她不是同谋 至少也是一个知情者 这个女人 长得颇有几分姿色 门宇之间 荡漾着气氛 妖野之气 在威严的目光逼势之下 徐素芬 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徐素芬 老实交代 你和黄云武的问题 徐素芬抬头看了一眼 一张张严厉的面孔 只得把他与黄云武勾搭 成奸的过程 以及被攻破无意中 捉奸之后 如何在菜地树林 山坡沟渠 优惠偷情苟和的情况 交代了一遍 再也不知事了 徐素芬 关键的核心问题 你还没有交代 你和黄云武是怎样策划 害死黄成记 以打了做长久夫妻的目的的 去年10月22号晚上 我和黄云武 在我家屋后山上 优惠发生关系后 黄云武提出让我在世道的时机 下毒 害死黄成记 说以后 我们好正式结婚 就用不着偷偷摸摸 担惊受怕了 并要交给我一包 白粉模样毒药 我害怕 说没要 说 我是不参加的 你有办法 你就搞 他说 只要你答应 和我结婚就行 我搞就我搞 办法多的是 我说 我早就是你的人了 只要他不在了 我一定和你结婚 在这以后 他有多次 在优惠偷情后说过 你说他不在了 就和我结婚的话 可要做数 到时候 可不要后悔 我说 那当然 你放心 你和黄云武最后一次优惠 是在什么时候 也说过这话吗 最后一次优惠 是在2月2号晚上 我家屋后的油菜地里 他说过这话的 还说 你等着听好消息吧 黄成记 活不久了 快了 专案组 请师局领导后 决定立即 拘捕黄云武 2月17号 假装外出讨债后 归来的黄云武 一头撞进了法网 对黄云武的突审 立即进行 小华的黄云武 大呼冤枉 我与姚敏忠 无怨无仇 我为什么要谋杀他呢 不错 你与姚敏忠 是无怨无仇 你要谋杀的对象 是黄成记 而不是姚敏忠 我为什么 要谋杀黄成记 你们 这是无中生有 挑拨关系 黄云武 歇斯底里的教导 若要人不知 除非吉莫为 你听听这段录音 就不会这么暴跳如雷了 刘大队长 按下了微型录音机的放音键 播放出了徐素芬 供述的那段话 这是徐素芬那骚伙坑害我 我没有作案时间 我2月9号下午 搭车到了长沙 诸州去讨债了 有人给我证明 再说我也没有炸药 黄云武 你不要以为你 坐得天衣无缝 你在县城下车后 住在哪里 晚上乘哪一辆出租摩托车 返回村里 你找谁要的炸药 雷娃 我们都取了证 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 老实交代了 黄云武的心理防线 终于彻底崩溃了 他只得详细交代了 他作案的全过程 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要爆炸 谋杀的对象是黄成记 要命中 是怎么成了替死鬼的了 正好啊 负责调查了解这个问题的 一波民警 也已经圆满完成任务 胜利归来 原来 2月9号下午 黄成记将装满煤炭的大火车 从煤矿开到了镇上 接尾与一条乡村公路交叉处 停下之后 就去旧友家调丧了 这天晚上 黄云武从县城前回镇上 在驾驶室安装了爆炸装置 第二天 即2月10号上午 姚敏忠也驾驶一辆 装满了煤炭的大火车 经过这里 不巧被黄云武和黄成记那台车 挡住了去路 姚敏忠 只好找到黄云武的父母亲 从工具箱里翻出备用钥匙 准备将车开动 挪开一条通道 他打开驾驶室 插上钥匙 旋动电门开关的一刹那 爆炸装置 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姚敏忠就这样 糊里糊涂的 成了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和替死鬼 等待黄云武的将是法律的严惩